福茂 對於把政府所簽好的福茂 請問院長您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福茂目前為止並沒有在立法院通過 所以我們會等到兩岸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看兩岸監督條例有沒有適當的規範 能夠去重新再檢視福茂這個 這個是本院的責任 我們要通過有關於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監督的條例 最後的版本是什麼 這個真的是立法院的責任 但是我要問行政院的是 對於馬政府當初對於福茂 在行政部門所提出來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部長還有院長 你們滿意嗎 行政部門針對有關於洽簽任何FTA 要提出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應該是贊成吧 這個沒有問題 對於馬政府所提出來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這個所謂所有太陽花運動的年輕人 引爲笑談的Z大於B的這個公式 請問新的政府對於那一份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會重新檢視 等到兩岸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會重新檢視 為什麼要等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我的意思是說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以後 馬上就要針對福茂進行處理 一旦進行處理福茂的時候 我可以先跟院長報告一件事 我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交出來 如果沒有交出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的話 請問立法院要如何有意義的進行福茂的審查 好的 我們會在那個事之前 我們會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重新檢視 而且把這個我們認為 合理的衝擊評估報告再提出來 接下來喔 院長 您在施政報告當中說 我們要努力加入TPP嘛 是的 您知不知道現在美國總統大選 兩位總統候選人 他們對TPP的看法是什麼 我知道他們兩位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黄委员的咨询 也谢谢林院长的寻答 林院长在寻答可以坐着 没有关系 这个立法院我们一向都非常的 那么我们下一位 我们请曾委员民中咨询 寻答时间为三十分钟 好 好 谢谢大家